四十八岁的玉女歌手孟廷伟出道后 凭借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等多首快知人口的歌曲为大家喜爱 在2014年 孟廷伟被付出于老公张志鹏早已离婚 张志鹏还表示两人离婚 是因为性格不合 并非家暴 以及外遇等问题 但是 就在今日 据台媒报道 张志鹏旗下的女明星张鸾雅指控孟廷伟出轨 导致婚姻破裂 而出轨对象竟然是小12岁的女助理 甚至孟廷伟还胁迫张志鹏签订离婚协议 张鸾雅在FB以及微博上指出 孟廷伟在2012年7月 到2013年1月 在婚内与孟廷伟的经济助理刘小姐 多次发生不正常同性恋关系 还用离家出走等手段逼迫张志鹏签订离婚协议书 在孟廷伟与张志鹏离婚之后 孟廷伟还与女助理互动亲密 被张鸾雅怒骂 我就是看不惯 你凭什么这样对人 据悉张鸾雅曾拍摄过一路向西等电影 张鸾雅还透露 自己先是发过文章指出 孟廷伟离婚有内幕 但并未明确表明是女方出轨 在由经纪公司同事转发自己的文章之后 便收到了孟廷伟的私信 之后张鸾雅还透露自己敢说敢负责 我敢说我敢负责 不管你多么能支手遮天 最终都属于戴米堂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孟廷伟的唱片公司则表示 这是一人家故事 而且一吵再吵很多年了 不想在二都伤害无辜的小孩 所以就不随播主 流浪